後來我 那個他在車底下 甜甜的時候我就抱著斑點出去 因為他一直叫忙 他每次都會看我整個都忙完了以後 他就會過來喵喵叫 那我就把他抱起來 結果抱起來的時候 他伸手他現在已經會 四腳朝天讓我抱以前都不敢 以前一定要趴著 腳要放在我的手上 隨時可以逃走的姿勢他才肯讓我抱 現在我抱他他都習慣 四腳朝天要不然就撤著 他不用把腳放在我的手上了 不用隨時準備逃跑 啊 啊我抱他的時候 他伸手摸我嘛 直接抓在我的嘴巴上面 就我嘴巴好像被他 戳了幾個洞這樣子 啊然後我就抱著他 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那這個時候有那個快遞啊 要送那個糧倉 結果經過快遞的時候 他很害怕要轉 要轉身要逃 結果踩在我肚子上 他的後腳踩在我肚子上一跳 結果那個指甲直接劃在我肚子上面 超級痛的 後來 然後 還有咬我的手 抓傷了 抓在手臂的地方 衣服擋住的地方 抓上去 今天我嘴巴手臂跟肚子都被他弄傷了 後來我就放他下來以後 我就沒有再抱他了 他現在就在倉庫裡面 在那邊喝那個 我爸弄春捲皮的那個水 有沒有 他一直在喝那個米 洗過米的那個水 一直要喝耶 我把他抓 怎麼抓都抓不動耶 最後我把他整個抱起來 放到那個 飼料旁邊那個水 因為那個水我剛剛才換新的 就叫他喝那個 結果他低頭聞一聞 他不喝直接走掉 然後再走進倉庫裡面 他就是要喝倉庫裡面那個水 然後還要伸手去摸 然後 現在我就不管他了 然後現在出來看 彼此已經沒有在那個車底下了 然後我走出來之後才發現 因為他在這邊 曬太陽 然後順便填填 他把那個他的毛弄順 因為剛洗完澡可以 他覺得不太舒服 沒有被洗過 所以不喜歡 所以他現在正在想辦法 把自己整個填乾淨 曬乾淨 那個板點在裡面喇喇叫 他聽到聲音了 怎麼樣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喝到那個水了嗎 好喝嗎 欸欸欸 那是別人的 剛剛在裡面 燈光昏暗 他對我叫的時候 我還以為他少一顆牙齒 我嚇到了 我一直要叫他嘴巴張開 讓我看 結果看不到 後來 確認了好久 終於確認了 他牙齒沒有少 要嚇死我了 我還以為他少一顆牙齒 很危險 突然少一顆牙齒 怎麼樣 你沒有少牙齒就好了 少牙齒很危險 要不要洗澡 你看整個洗乾淨了 這邊就還好了 這邊洗乾淨就還好 好了 爸爸要回去家裡面了 你自己在這邊玩 你要照顧好妹妹喔 你不要自己跑掉喔 知道嗎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在洗那個毛沙噴的時候 半點 走到這個門口 我跟他說 欸不可以進去喔 他就停下來 然後一直往裡面看 大概十秒鐘之後 他就走進去了 結果 我本來想停下手邊的事情 走過去叫他 結果大概三秒左右 他又自己走出來 然後坐在門口 我想說喔 還好還好進去沒有很久 一下就出來 結果他出來之後沒多久 彼此從裡面走出來 原來我看不到彼此原因 是因為彼此早就跑進去裡面了 而且還待很久 哥哥被我叫出來了 彼此之後才慢慢走出來 你你是故意的嗎 裝無辜的聲音耶 那個影片五分鐘快到了 隨時會被終端 好了先關掉了 快五分鐘到了